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认输 继生 轻人不惜偏见所有战斗极致 痛快痛快 天功四世 神月 天阳三诀 彗阳之判 彩岳梦 你小子倒也无错 但 想击败我 你还差点火候呢 前辈 你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那小子的灵魂世界 那一只心 一个不到双十的少年 怎么能背负如此多的毅力 只能自己变强 才能守护小守护的一切 但以为你的灵魂是杂乱浮夸 我却不想全是他人的期望 你这小子 到底承担了多少本不属于你的使命呢 他要不要 你大的态度 你还是要在哪儿子 你还是要在哪儿子 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倩九号前辈 我打碎了你的面具 很丑陋 是吧 就算我给自己雕琢了一副完美的外壳戴上 也改变不了原本这张令人恶心的脸 一点也不丑 虽然我不太懂雕塑 但您的作品中 有种我从未见过的生命力 真的令人震撼到无法用言语形容 您的作品 很特别 给予我尊严的伊莱克斯大人 你那双本该看向世间最美之物的眼睛 为何会在我的身上停留片刻 当初我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丑八怪 您为何会救下我 很丑啊 我可是看上你那双特别的眼睛才把你剪回来的呀 您似乎在用雕刻记录您看到过的美好 我能听到那些悦耳的声音 看到那些生动的画面 就好像回到小时候的奥丁镇 每天和朋友一起练习剑术 和妈妈一起坐在屋前听他讲故事 很温暖 那一瞬间 却好像他们还陪伴在我身边 前辈 您的雕刻真的太厉害了 别以为说好听的我就会放水 来吧 让我看看一来客气大人继承者 真正的实力究竟如何 华才如此 过瘾 这次就让你暂剑险下 我另外几招吧 恭喜 试炼通过 试炼之地第二层第六关 怎么还有 难度细数六颗星 辅助道具全限制 通过时间不限 要求击败所有敌人 不愧是主人选中的继承人 我好好玩吧 我不是来陪你玩的 别妨碍我会驱魔关 呦 脾气还这么臭 哪里找来的火药桶 这破坏力 未免也太大了 以副团长现在的性子 二楼怕是要被翻个底朝天了 团长 你还是去看看吧 你还是去看看吧 那他是什么人 拿下他会让我们 更快回到驱魔关 对吧 我问你们话呢 但他并不是敌人 才让你下手清点 都把我当空气是吧 我未及你位 六道巡回第三十 蛇之巡回 好强的杀意 龚哥 可惜你才起见 看清楚 这是我的势力 要不赢我 要不就给我回回一层去 我绣经你绣 六道巡回第四十 又是六道巡回 一只巡回 不欢迎 是个 巡回 走 踩尔现在使用六道巡回 居然不会受到反噬了 这也是神圈绝星的增幅吗 黄鱼双空银 我们就赶紧收门杖了 踩尔 这边交给我 死记而动 太慢了 太慢了 刹尔 我来帮你 什么回事呢 你们怎么毫无默契 小废话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打 太菜了 再给你们一把年 也碰不到我一根毛 这就是二层吗 这个战斗很激烈啊 圣尾十一和圣尾十二那么厉害 这圣尾十号得多强啊 还真想和他过过招 副团长现在这个样子 他们俩真的能收复圣尾十号吗 相信他们吧 九七剑灵力 速度却近乎八剑巅峰 但也并非没有弱点 几少正面最强 烧强的攻击都会选择闪避 说明防御力不强 想要全力命中一次 就能了结他 分析得不错 你们的归宿 怎么可能打中我 彩儿 我们联手打败他 精几次 吸尘者 不要太膨忘了 前锋 前锋 斩针 没用的 毕竟我太强了 你又不如趁早放弃 下次再来挑战吧 生意流炉 出风 什么情况 前辈 抱歉 想看着我 还差一点 小月子身上有种活路的傻意 我得全体先把擦拦掉 精准上彩儿 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 真是莫名其闹的两人 都比我准备 死吧 黄虹之净 凯儿 凯儿 其次一体 为什么我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配合他 自身击绝 这是 自然而神圈觉醒后学会的新技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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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儿 你还好吗 这是你新学的技能 它叫死神七绝 死神七绝 会和六道寻回一样 给你的身体带来反噬吗 越到后面的招式 死神七绝给身体带来的负荷 才会越大 我刚刚只用了第一招 所以没什么事 彩儿 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要轻易动用死神七绝了 就算要用 也只用第一招 我不向你受伤 知道了 还有 不管我们以前如何 下次战斗时 不要离我太近 否则我会无差别攻击 伤到你 好 喂 你们不要胜位了吗 你们到底还记不记得 是仅来实恋的 这是 别紧张 这是签订认主集约的必要仪式 从今日起 无将遵循依赖克斯大人的意志 无神听辱之号令 无命与主同在 主人 胜位十号任你拆解 主人 能侍奉您 是我的荣幸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看来是结束了 恭喜 试炼通过 团长和副团长太厉害了 我这么快就收了一名圣位 那接下来 咱们是借迷雾 探索会驱魔关的路 还是继续收升位啊 虽然浩玉的进化 彩儿的觉醒 十号的加入 让我们又多了三名七界战力 但死亡之欲诡异难测 趁有时间 干脆一鼓作气 再攻略一关 主人 我们不建议您继续挑战 因为九号前辈 极为强大 前九位前辈 都是最早跟随主人的绝世降证 每位都是一戏之尊 九号前辈是土戏魔法之尊 他的失恋 恐怕要比我的男上十倍百倍 建议主人宁静身巴结后 再去挑战 团长的身体才刚恢复 也需要休息 这两人 全身骨头和经脉几乎近断 是啊 团长 要不我们下次再来吧